全球华人最近欢度中秋节 在印度由于华侨人数较少 除了唯一有华人区的东北部城市加尔各达 其他地区都缺乏中秋节气氛 月饼和文旦也很难买到 为了一解台湾人的乡愁 有台商特地举办中秋晚会 以烤肉聚餐的方式欢度佳节 有四十几位在这边一起 以烤肉的方式欢庆中秋 我们很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台商 能够到印度来投资来经营 这样我们在这个地方台商的规模 可以越来越大 由于饮食文化的差异 印度只有特定商店贩售外国人 常用调味料和食材 主办台商还特地去购买新鲜食材 配上台湾佐料 亲自下厨做家商菜 前两天我们就先去了 印度的安内市场去买的螃蟹 那些新鲜的食材 然后今天我就再从宿舍里面 我们从台湾带回来的一些食材 那今天就开始做一些台湾的料理 那今天刚好有这个特别的聚会 大好就是聚在一起 不然往年其实我们就是跟一般 一般就是平常的日子一样 没有月饼啦 中秋节就是月圆人团圆 然后今年刚好有这个机会 可以把就是在地的台商 大家刚好都在德里 然后可以聚在一起 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 那个有家的温暖 这场中秋晚会 虽然没有百人同欢大场面 但让天台摇身变成露天酒吧 气氛相当温馨 也让旅应台商度过一个欢乐的中秋佳节 中秋节快乐 中央社记者林行健 大诺伊达地区报道